美军和英军又有联合行动 日期是1月22号11点59分晚上 英美对也门湖赛武装有8个地方进行攻击 攻击目标包括飞弹系统、发射器、防空系统、雷达 这次出的报告说是地下军火库 美国和英国之前对湖赛武装的攻击 攻击之后,湖赛武装继续对红海甚至亚丁湾的商船进行一个集击 即是说,湖赛武装将一些武器放在山洞或地上储存 令美国和英国对湖赛武装束手无策 但美国为首舰队,美帝在海上折击了湖赛武装的补给船 伊朗向湖赛武装补给船 美国在海上折击了 在陆上来说,也是进行一个打击 你看看美国最紧要的东西就是天上的情报 卫星也好,甚至是偵察机也好 你想想,卫星来说 只要湖赛武装在地下军火库 拿一些军火出来的 美国可以偵察到你的位置 定了你的位置先 定了你的位置之后,就可以攻击了 所以现在美英对湖赛武装攻击之后 究竟湖赛武装对湖赛武装的威胁会减少了呢? 湖赛武装也声称 对亚丁湾美军货船海洋雀士号进行一个集击 他这样说,美国方面说湖赛武装是流产的 不是的 这个湖赛武装现在被美军这样炸,被美国和英国联合军炸之后 只是用嘴炮的,这样还击的 所以现在你们看到整个局势来说 可以继续看下去 究竟这个湖赛武装有没有能力再攻击红海 和亚丁湾那些货船 如果美英行动袭击了地下军火库之后 这个湖赛武装没有能力再攻击红海和亚丁湾的商船 即是等于美军和英军联合行动的成功 但是如果这个湖赛武装也都用这些反弹导弹 这样攻击红海的,甚至亚丁湾的商船 那就是说美军和英军的联合打击行动 又是有些不足之处 所以我们就要看回实际的情况 你想想,美国中央司令部也都会公布 这个湖赛武装对红海的货船的襲击 不是说这个湖赛武装这样讲话就襲击 所以你看看美国中央司令部这样公布 第一样东西是找这个证据出来 证明这个湖赛武装对红海的威胁 所以美英的联合行动 可以肯定得到他的盟友支持 甚至是全球自由世界支持他的行动 个人意见独立思考港元